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讲到了数据表的相关操作 那首先呢我们讲的是如何来创建数据表 在讲创建数据表之前呢 又带着大家了解了一下我们满色扣中的数据类型 因为有了数据类型呢 你才能给字段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 才能完成创建数据表的一个操作 那接着呢在讲解创建数据表之前 还需要再了解第二个内容 就是我们的今天要学习的内容 就是存储引擎相关的内容 好那一起来看一下 在创建数据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最后通过安静来指定我们的存储引擎 所以说你需要先了解一下 MAS学院中支持的存储引擎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首先你需要了解什么是存储引擎 那存储引擎呢 其实就是指表的一个类型 也就是我们数据库的一个存储类型决定了 或者说数据库的存储引擎 决定了我们的一个表 在我们的计算机中是如何来存储的 不同的存储引擎 这个表在我们的一个计算机中存储的方式也不同 那我们的用户呢 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存储方式 是否进行事物处理等来选择合适的存储引擎 那这个事物处理呢 以后我们再讲MAS学院中的事物的时候 你就会有了解了 好 那了解了什么是存储引擎之后 我们来通过MAS学院 看一看MAS学院中有哪些存储引擎 那第二项 如何来查看我们MAS学院的存储引擎 那首先呢 查看一下MAS学院支持的存储引擎呢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 show engines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实验一下 来打开我们的客户端 转录一下 接着呢 先开启我们的日志 反形杠大T mySirco3 那接着呢 想查看 mySirco中的存储引擎呢 我们可以通过show engines 那现在你看到 诶 这个可能这个内容比较多 那一行显示不下 这样看的比较乱 你想要查询结果呢 更美观的显示 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反形杠大G 或者说以网格的形式来显示 可以加一个反形杠大G 就可以来帮你解决 那接着你看到 mySirco中支持的存储引擎呢 一共有这么多 一共有多少个呢 你看到一共有9条记录 像我们的啊 第一个 Federated 包括我们的mySAM 包括我们常用到的 像memory achieve innoDB 那主要用到的就是我们的innoDB 包括mySAM 包括我们的这个memory 以及我们的performance scammer 那接着我们来带着 看任何一条记录都可以 来认识一下 这些都代表着什么意思 那首先呢 anji不用说 存储引擎的一个名称 那第二个support 你看到有的是yes yes 有的是啊 看有没有no的 这儿 你看这就是no support代表 我们这mySirco是否支持 这种存储引擎 yes呢 就代表支持 no呢 代表不支持 接着还看到comment 我们就找这个innoDB为例 comment comment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对这个存储引擎的一个评论 或者注视 support transactions road level locking and foreign keys 也就是我们这个存储引擎的一些特点 那再往下 还有transactions transactions表示是否支持我们的事务处理 有的是yes 支持事务的yes代表支持 还有再往下下一项 xa xa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是否是分布式的一个交易 交易处理的一个xc规范 也是yes代表支持 no代表不支持 最后呢 还有一个seal points 表示是否支持保存点 保存点干嘛呢 等以后讲到事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回滚到你当时的一个保存点 也是yes代表支持 no代表不支持 那我们默认的存储引擎呢 我们这个使用的是innoDB 那接着再往下看 查看显示支持的存储引擎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show variables like 害物百分号 可以通过show variables like 害物百分号 你看到这是来查看 我们的这个存储引擎 支持的存储引擎的详细信息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查看默认的存储引擎 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show variables like 我们的storage engine 这个也可以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默认的存储引擎 show variable show variable se like storage engine 你看到我们默认的使用的存储引擎 是innoDB的 这是存储引擎的名字 这是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查看我们默认的存储引擎 在5.5 5.5也使用的是innoDB 5.5之前呢 我们的存储 5.1之前 我们使用的都是mySAM 当作我们的存储引擎 在5.1之后呢 我们默认的存储引擎呢 使用的都是我们的innoDB innoDB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再看一下mySAM 常用的这些存储引擎 我说过 一共有这三个 innoDB mySAM 包括我们的marmory 这三个是比较常用的 那接着呢 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 不同存储引擎的一个特点 在这呢 简单的先了解一下 有了这些存储引擎呢 我们键表的时候 就会可以指定 你使用你的存储引擎 因为我们mySAM中的表呢 可以使用不同的存储引擎 你可以这个表是innoDB的 下个表呢 可以是mySAM的 你就可以通过engin来指定 但是呢 你要了解一下 这个每个存储引擎的优缺点 以及涉及到以后优化的时候 或者涉及到业务逻辑的时候 你就要选择合适的存储引擎来存储 这样的一种形式 那接着这三种存储引擎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看innoDB 那innoDB呢 存储引擎 主要是给mySAM提供了 事物 包括回滚 包括修复能力 和多版本 并发控制的一个事物安全 那innoDB存储引擎呢 也有一个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刚才说到了innoDB存储引擎 那innoDB存储引擎 第二个特点 它就是支持外建 只有innoDB支持我们的外建约束 那第三个呢 innoDB存储引擎 在创建表的表结构 它是存储在.frm的文件中 那这个呢 等以后我们创建表的时候 当你使用的innoDB存储引擎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表结构 存储在我们这个 一个.frm的文件 到时候我们建完表之后 再带着大家来看就可以 那接着数据和索引呢 可能索引 大家还不知道 那数据就比较简单了 那分别是存储在我们这个 innoDB.date.home.dr 和innoDB.date.file.pass 定义的表空间中 那接着再往下 innoDB存储引擎的缺点是 读写效率比较低 占用的数据空间呢 也比较大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看第二个存储引擎 mysam的一个存储引擎 那它的特点呢 存储引擎 当我们使用mysam存储引擎 创建表的时候 我们的表存储成三个文件 我们的文件的名字呢 与我们的表名相同 分别是像我们的frm myd和myi 那frm呢 是存储我们的表结构的 myd呢 是存储我们的数据的 myi呢 存储是我们的索引的 分别保存到 这三个文件中 等我们建表的时候呢 也可以带着大家来试验一下 接着呢 基于我们mysam存储引擎的表呢 支持三种不同的存储格式 分别是我们的静态型 动态型和压缩型 那静态型呢 就是我们mysam存储引擎的 默认存储格式 也就是自断是固定长度的 那动态型呢 包含我们的变长自断 自断的长度呢 是不固定的 那最后压缩型呢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工具 mysam的pack工具 来进行创建 它占用的磁盘呢 就比较小 那mysam的存储引擎的优势在于 它占用的磁盘空间小 处理速度快 那缺点呢 它不支持事物 也就是没有事物的一个 完整性安全性 以及我们事物的一个 并发性处理 这是mysam存储引擎的特点 最后呢 还有我们的memory存储引擎 那memory存储引擎呢 它也是我们mysam中 一类特殊的存储引擎 它是使用在存储在我们内存中的内容 来创建表 而且所有的数据也存放到我们的内存中 那存放到内存中呢 那速度肯定要快 但是每个基于memory存储引擎的表呢 实际对应一个磁盘文件 文件名呢 也和我们的表明相同 类型也是为我们的frm类型 但是呢 这个文件中只存储表的结构 那数据呢 我们说了是存储到我们的内存中 那这种存储形式呢 有利用我们对数据的快速的处理 存到内存中肯定速度很快 它可以提高表的处理效率 但需要注意的是 既然保存在内存中 我们这服务器就需要足够的内存 来维持我们这种存储引擎的一个使用 如果说你要不想使用的时候呢 你需要把它删掉 或者说释放这些内存 否则呢 你的系统内存占用的就比较大 那memory存储引擎呢 默认使用的也是我们的哈西索引 速度呢 比我们的Bt3索引要快 那之后呢 也会讲到我们这个哈西和Bt3索引 那它有缺优点 也会有缺点 那缺点呢 就是数据存储在内存上 如果说我们这个意外断电了 或者说出现异常了 就可能影响我们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对吧 像你说你重启计算机啊 或者关机啊 那我们的数据就都会消失了 因为保存到内存里 所以这一定要注意 那接着呢 我们memory存储引擎呢 很少能使用的到 因为它这个生命周期比较短 一般都是一次性的还好 为了我们快速读取 这是我们的memory存储引擎 那接着 简单知道了这几种存储引擎 以及各自的优缺点 那我们如何来选择合适的存储引擎呢 对 那接着你也是根据我们的优缺点 你看一下是否支持事物啊 是否有存储限制啊 是否是空间使用还是内存使用啊 对插入数据的一个速度的要求啊 对吧 是否要求支持外建等等 你需要来 简单的 根据不同的情况 选择合适的存储引擎 那像我们的innoDB innoDB存储引擎就支持事物处理 也支持我们的外建 同时呢 它也支持崩溃修复能力和并发控制 如果说你需要对事物的完整性要求比较高 而且要求实现并发控制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innoDB 当做我们的存储引擎 那默认呢 如果你创建表的时候 如果不指定存储引擎的话 默认使用的也是innoDB 如果说要需要频繁进行更新删除操作的数据库呢 也可以选择我们的innoDB存储引擎 因为呢 我们的innoDB支持事物的一个提交和回滚 那接着再看 像买SAM 买SAM的存储引擎呢 插入数据的速度快 空间和内存使用比较低 但是呢 如果表主要是用于插入记录和读取记录 那你选择买SAM存储引擎也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注意 买SAM不支持事物 所以说你对这个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包括并发性 这时候你要求就不应该那么重要了 主要是对数据的一个存储 读取 这样的时候你选择买SAM也比较好 那第三个 memory存储引擎呢 我们也说了 它是把数据存储在内存中 那数据的处理速度快 但安全性不高 而且 但是如果你说需要很快的读解速度的时候呢 对数据库要求 这个安全要求比较低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我们这个memory 但是呢 memory呢 一般这个生命周期比较短 一次性的比较合适 而且memory这个对表的大小要求 不能建立太大的表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简单的了解了每种存储引擎的优切点 你也会根据不同的优切点来选择合适的存储引擎 但是你需要注意啊 同一个数据库中我们可以使用多种存储引擎的表 刚才也说了 如果一个表我们要求较高的事物处理 你就选择inodb 对吧 如果要求查询速度 写入速度比较快 就可以选用买SAM 如果说这个需要对数据库中需要用一个查询的临时表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用我们的memory 使用完 之后就释放掉就可以 所以说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买SAM SAM 中的存储引擎 以及特点 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 好 那有了它之后 下节课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创建我们的数据表了 那我们这节课就要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